歌曲 歡迎飛哥 歡迎收看 綜藝大哥啦 我告訴你 今天節目不一樣 先介紹我們這個讓大家 精神為之一正的 美妙的兔女郎 湘瑩小姐 好 今天節目裡面很高興 有一組人馬他們要出書了 我們一位一位為各位介紹 好不好 第一位介紹的是 林又麗小姐 陽光優質女孩林又麗 健康又健美的氣質 讓180公分的她 更有獨樹一格的味道 哎呀 歡迎歡迎 第二位介紹的是 張安琪小姐 俏麗甜美公主張安琪 甜美燦爛如花的笑容 水汪汪的電眼 亮麗出眾 美不深收 第三位介紹的是 王穎萍小姐 性感小野貓王穎萍 三十字衣的波濤洶湧 搭配她美燕的外型 妩媚浪漫 貴氣敵人 好 劉凯茹小姐 歡迎 動感嗆辣妹劉凯茹 兼具性感 俏皮 又有學生般氣質的她 亮麗甜心 惡魔多姿 太好了 歡迎她們 你們今天出書嗎 沒錯 其實這一本書 是我們四個模特兒 對 七年級女生出的一本書 都七年級的啊 七年級女生 聽起來真是讓我們嚇一跳 太嚴了 我們只有三年級真的還站不穩 那還好耶 像我們是五年級的還OK 美麗接班人 你看這個書名寫得多有意思 這個名字取得好 對 有些人就到了某一個時候 他突然難免都冒出一個豆子 那叫青春期啊 對 難免的嘛 對啊 是熬夜還是怎麼樣 這書裡面有沒有提到這個 有 其實裡面也有介紹一些 體內環保的一些可能食療 每一個人的小撇步這樣子 可以… 那還有就是背後 就是背後長 兩抱兩顆出來 然後這樣子身也弄不到 憲哥 我幫你擠 不要再講了 這樣子的話要怎麼辦 對啊 對啊 其實長在背後 很多女生也會 那我覺得就媽媽來擠好了 就確實就不要擠 可能這樣偶爾點一點藥上去 那如果這樣擠就自己一看 因為媽媽… 因為人媽媽在南部自己上去 那怎麼辦 又不好意思叫自己的女朋友 或男朋友幫忙擠 就自己擠 就擠就這樣 摳到胎裡了 手去撈點 有啦 孔剛老師剛剛有在喊 孔剛老師說 你是幫我當水牛的 今天這麼美麗的人 來推這個啤酒 真的很不忍心 難度又加高了 對啊 不公平 很難耶 為什麼多這個 不公平啊 其實不會不公平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獎金提高了 它就公平 對 公平 對… 我跟你講 你只要推到那個線裡面 不用在那個圓摳摳裡面 就是五千了 只有你們才有耶 換掉了 那那個圓的小圈圈呢 那個杯子 如果說停在那個圓圈裡面 四分之三都在那個線裡面 怎麼樣 就是兩萬塊 什麼 兩萬耶 我先試試看有沒有機會 對… 來 決定 對啊 菲菲加油 來 來 菲哥親自示範 你看看 什麼 差那麼一點點 還有…有機會 對… 真的不配 明媛妳試試看 因為她在某一個時候 她那兩個爬進口會同時 對 但她一同時機會就來了嘛 對… 來 準備喔 來 同時了 快要同時了… 快了… 還沒有 來 有了… 有了… Oh my God Oh my God 這個 怎麼樣 你看 所以你們這些 還沒開始就一直叫男 對不對 創造一個奇蹟耶 還表示說我們不是在騙人 我們是真的是有 真的 好不好 平原太厲害了 平原 來 誰先 安琪… 安琪 不要急 平原哥做了很好的示範喔 加油… 好清脆的聲音 是有機會的 有機會 再來是哪一位 凱龍 凱龍 好 加油… 加油… 等一下 沒有…你不能叫黑 你看看 是不是 被關起來 剛剛已經設計被關起來了 好 換一位了 恐怖組織 小心喔 快… 快…嚇人 沒有錯 乾乾淨淨 乾淨淨 好 好 好 以平安 要沉得住氣 等一下… 要等這兩個爬盡狗 對 同步的時候 就是你的機會 加油… 浩哥沒有在一起的時候啊 好了 是時候囉 是時候囉 阿咪啊 好 好 現在換林有力了 加油… 壓力好大 加碼了… 加油 你已經知道秘訣了吧 知道了吧 有力 知道了 看一下… 好 同步了… 快同步了 這是傷腦筋 不過今天我們這四位呢 希望你們這部書很暢銷 謝謝 大家都去買一本來看 美麗的參考書 不錯 不錯 好 現在接下來呢 來歡迎 Asa Asa呢 要帶去尋朋友 給我們帶來一段表演 來 好不好 來 掌聲歡迎他們 我們歡迎 FREE 2K Asa 介紹您今年夏天最映的流行超魅力 FREE 2K 專門為了示範大頭貼舞蹈教學的舞蹈老師 三位日本亮妹妹 Kaw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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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waii就好看多了 Asa Kawaii 讓我們這些日本朋友有個機會 對… OK 有沒有信心 有 Kawaii 要看這一個… Kaw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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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U 待會… 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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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U 好 最後機會 OK 再一點點 可惜可惜的 這個送給我呢 紅豆可以 紅豆 開玩笑的 好 她們幾位非常可愛 謝謝我們今天幾位 一臉的美女 也謝謝我們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艾莎 謝謝 潘衛博加Pan & Sonic 筷子Rap 青春無敵 潘衛博AMVP 那人手衝 是不是我這MRC 是我是你 是你 是我 是我還是我 Not that I'm back You will never get your mark back Yeah 暑假秀一下 出神入化 扯鈴達人 精湛特技 神奇演出 這什麼 這個厲害 還有一個 下面 臺灣角力界明日巨星 立與美的集合 稱霸九年冠軍 文化大學 眼見為題 天啊 好可惡 金融巨座神雕俠女女主角劉一菲 對菲哥的印象是 但是上次好像上您的節目就 對吧 上次他還記得啊 對… 他戴墨鏡嘛 所以就覺得好威嚴喔 墨鏡配上那個髮型嘛 就還滿爆炸的 還滿爆炸的 還滿爆炸的 好 接下來介紹的這一位男歌手 他也是一位主持人 那看到他呢 你就會曉得說 什麼叫集權財余醫生 真的喔 暑假一到 像他們這樣子類型的藝人 就非常的活躍 他到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就是夏天 就是熱情啊 對… 大家心目中非常喜歡的這位王子喔 好 潘瑋柏先生來 跟我一起尖叫 潘瑋柏 巴娃娃 我看到你雙手 推高地心一力氣翻轉地球 巴娃娃 現在不是很囉唆 試著生存 不然請你離開這節奏 巴娃娃 然後我看到你節奏 看著我們一人一起跳舞就沒錯 巴娃娃 現在不適合閃躲 成名初期看我這麼翻轉地球 這個雙眼看著低手 是我的一片天空 我才敢雙手接受所有最實質的節奏 也不敢讓心機放鬆 也不敢讓細胞跳動 其中的變化是你的發動 讓你全是放鬆 現在請不能囉唆 可是我的領域之中 頻率太震撼你的心臟正在曾經弱 跟著我走 跟著我做 跟著我做 跟我一頭 把他雙手 世界的一切都找到連結 但我的音樂只看著我的腳不在碰 現在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s the fun 平常壓抑我們 聽著世界的拽動 現在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s the fun 沒有對我衝 讓我自身潛入著街頭 這世界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s the fun 音樂沒有自由 抱負最近了黑頭 這世界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s the fun 現在跟著我們 說到新世界 其實是 come on 哇哇哇 讓我看到你雙手 推開地心一臨一起翻轉地球 哇哇哇 現在不是個雙說 是個勝者 不然輕易離開就接走 哇哇哇 讓我看到你跌走 跟著我的音樂一起跳舞著沒錯 哇哇哇 現在不是個閃躲 正面出去看我這麼翻轉地球 看 Yes Yes 大家好 Yes 嗨 韋伯 歡迎 謝謝 謝謝 真的 沒想到今天真的 終於這個望穿秋水之後 不是 真的是終於 因為其實一開始 從上次第二張專輯之後 就沒有來過了大家 然後非常的可惜 因為上一張其實有 第三張出專輯的時候 要上的時候腿斷了 然後去進手術室 然後上一張專輯要來的時候 颱風來個四五個 通常就取消了三次 這樣起來 今天終於可以來到了 這麼說你是講 來…艱苦 我們說這個潘瑋伯 原來是我們演藝圈裡面 這個可以說是命最苦的一個 奇怪 他說上帝要給一個人 非常優秀的條件 就是要有很多磨難在哪裡 對… 天江降大任於素人也 對… 於素人也 必先苦其心 最少他還沒講到降於死人 好 我們今天來看 今天還帶來很多好朋友 對… 這三位就是我們這個 介紹一下 我們一個Panasonic這個團隊 這樣子 Panasonic 對… 來 你跟我們說說看 什麼來頭啊 對 藍波其實他這個算是編舞大師 舞蹈大師 沒錯 他其實在這個 除了我的之外 還有幫九令 幫王興玲 幫那個5566 掌聲鼓勵一下 都是大排的 像我那個情人專輯 那個機械舞也是藍波排的 是你排的 對啊 情人 情人 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這樣看不起平原 給他拍這麼簡單 身為一個職業的編舞老師 他不會太為難自己 對… 相對的是看不起這位藝人 太困難他就忘記了 其實來講 平原歌來講 他有他的特色 對… 他有那種延遲的特色很特別 延遲 延遲 因為他那個節奏太快了 你知道嗎 如果你叫他跳得很快的話 就不是平原歌了 一定要是 那我們這一位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位也是非常非常厲害 他算是這個 很多演唱會的算是這個 主要的這個MC MC就是… 不是… 不是啦 不是 說唱歌手 對… MC其實算是在 翻譯來講是失誼 就是要主持啊 或是饒舌啊 都有這樣子 很會帶動你們 立宏阿妹的演唱會 那就RAP 馬上就RAP一下看看 來… 對不對 看你有幫他帶動嗎 我們要現場 好… 好… 耶… 把手放在空中摔 現在什麼都不要管 看把手放在空中摔 現在什麼都不要管 現在什麼都不要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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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位呢 這位也是非常厲害的 這個算是製作大師 很多很多朋友們的專輯 他都做過 包括劉德華 對 包括吳建豪 吳建豪 F4 對 現在年輕人到底是怎麼了 我們台灣太厲害了 還有李懿君 對 李懿君 對… 都是Range這麼寬 對 非常… 任何的音樂他都會做 那楊麗花你有辦法 還在重畫… 李懿君那種傳統的 非常厲害 不簡單… 那還有… 這… 舞蹈老師我們剛剛說不練不行 應該要秀一下 好不好 大家掌聲鼓勵鼓勵 好耶 好有感覺喔 好有效 好有效 哇塞 GORA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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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RAMBO GoRAMBO GoRAMBO 來 潘維博的 要秀一下 耍算一下好不好 我就是可能負責在快嘴的部分 對…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合作的 其實我們自己為什麼有Panasonic 就是希望說 大家音樂可以用玩出來的 用音樂去反轉地球這樣 所以不需要真的有樂器 我們這個 它給我一個Viva 我就可以咬一個快嘴這樣 OK 來 兩個人就可以合作了 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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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то 跳過 跳過 太厲害了 OMG 真的是不錯 謝謝… 年輕人的那種興趣 大家能夠這樣組合在一起 還有真的是 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才華 沒錯 非常謝謝今天 我們有帶來這麼多好朋友 來 我們節目 來 掌聲帶來給大家鼓勵一下好不好 謝謝 台灣的焦慮達人 雞寶演出 這麼順暢這樣 有仇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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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完了完了完了 骨折骨折 主家 豬肉王子 蔡小虎化身 芭蕾王子 超難度的動作就是這樣 一 二 要跳起來 要跳起來 是那位舞者太胖還是 還是說你舉不動 沒有 本桌又有人來報名 本桌這個更不得了 是來自 扯鈴 扯鈴隊的隊長 而且他們是冠軍 對… 今天來有報名兩個學校 還有一個就更厲害了 角力 角力 就是我們文化大學 九年連續得到 全國的總統被角力冠軍的學校 好 所以各位現在看節目的放假的同學們 你們只要是學校社團裡面 沒錯 真的是有很優秀成績的 都歡迎來報名參加 趕快來報名 先來介紹我們扯鈴的這個學校 這一位就是我們的卓嘉宏 歡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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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來 好 走 咪 哎 哦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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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成功 你躲在心中 哎呀哎呀 哎呦 一天啊 哎呀 哎呀 哎…哎呦 哎呦 哎呦 三位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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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輕鬆 哇這個厲害 好 好 還在轉 漂亮 這位令人可敬的年輕人 你實在是太了不起 太偉大了 謝謝 那個是哪一位學校 台北體育學院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其實他真的是很多比賽的冠軍 很會扯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扯鈴要脫衣服 那就是你們學校 你還順便有參加舞蹈科是吧 對 有修過一些舞蹈 跟一些簡單的體操 不容易 所以剛剛他的扯鈴跟別人不一樣 真的 一般學校扯鈴就是扯鈴 對 他的動作最多也就是這樣 但是他不一樣 對… 他這個不是 融合了中國武術的 沒錯 那種文化 眉與力跟這個特技的結合 難怪他這個 剛剛這樣表演的時候 剛剛 尤其是他那個熟練到那個程度 你說像什麼 對啊 好像在煮彈齒面 對… 那個手法真不錯 真是厲害耶 你們學校除了這個科系是不是 還有其他的 有 滿多的 我們體院還有包括像季集系 還有像 什麼系 季集 季集 比如說空手道 跆拳道 像那個陳詩欣她是我們學姐 對… 就是這樣喔 好運的德級 對 然後像球類系像趙建民 不是 趙建民 不是… 趙建民 你小心你沒多久了 不是…那個王建民 來 非常謝謝到我們節目裡面來 謝謝 好 那在我們就同時要介紹另外一隊了 我們歡迎文化大學小力隊 好,有ah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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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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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一下 天啊 天啊 他是這樣子練的 加油 來 我們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的角力 競技場上常用到的一些動作 好 第一招是金碧弓 來真的啊 這公子跟下人啊 再用力一點圖斷啊 不要讓跨步衝 我們來看第三招 尖撞 好可怕 來 看 我們看第四招 紅撲鴨人 自己跌倒 好好看喔 我們來看 第五招 爆頭摔 啊 完了 完了 骨折 骨折 好 我們來看 第六招 炸彈摔 掌聲 看 第七招 陣列兇摔 好可怕 第八招 船身摔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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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最後一招了 最危險的動作 小朋友前後不要學 好不要學 好可怕 第十招 後方追 明星一元堂 亞當與夏娃的戰爭 是世界上永遠打不完的仗 防釋之後呼呼大碎 插勁 插勁 插勁極了 所以你就不了解男生的構造了 男生 這跟男生的構造 我跟你講 有些都多困 不是 那不是困的問題 那是整個荷爾蒙 整個快速的流失 你們可以 我們都了解 可是你可不可以 那一發發射完之後 你留一點點精力 揉一揉 抱一抱 羞羞呼呼 甚至跟你的女朋友握握手說 合作愉快 對… OK 吵了幾世紀都沒吵出結果 看張飛如何化解男女的戰爭了 最危險的動作 小飛有千萬不要選 不要選 第十張 後破爪 來 來 我們接下來的 是女子組角力 喔 女子的 第一招 雙手跟 哎唷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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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的 第二招 爆頭摔 第二招 爆頭摔 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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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漂亮 這樣 有仇耶 還有嗎 掌聲鼓勵 好可怕喔 文化大學是不是 對 文化大學就沒想到 這是 曾經得過這麼多金牌 你看 一小部分而已 這才一小部分而已 對 九年啊 連續奪得全國的這種角力 冠軍 謝謝… 太厲害… 這文化大學 我們一直以為 是好像用書卷去文粥粥的 對… 那你們是文化大學是體育系的嗎 有國術還有體育系 對 這個大學 我現在才覺得真是好啊 臥虎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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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很厲害 而且看得出來 將來還會出主持人 謝謝貝哥 要你提拔… 你不要太激動 把貝哥給摔過去了 你們還有狗腿系的嗎 我可以 你可以… 你繼續玩角力就好了 對 你要幹什麼 我想要提拔 我想要提拔 你提拔我就好 我想要提拔貝哥一下 他提拔你在角力上面的成就 我跟你講 你們剛剛四個人的那個表演 我先問前面第一個那個功 好 太可怕了 那個是訓練哪一部分呢 我們的脖子 脖子 對 這個角力脖子是很重要的 全身最重要 我們角力比賽 脖子最重要 對… 脖子沒有力全身就沒有力 前後 然後那個脖子簡直是 好像是可以360 一共有幾個同學已經 10個有5個 這是開玩笑 有些人一半他就要淘汰 對… 因為他受到了永久性的傷害 對 有這樣的例子嗎 有 脖子 對 脖子最重要的 脖子最重要的 我們摔到脖子都 然後一受傷全身就半身不碎了 就麻了嘛 不能動 有這樣 還有去看他嗎 有沒有去 現在當普通人了 又好了 對 可以走路就算很厲害了 受傷以後可以走路就很 好垮喔 那體重多少 體重 85 才85啊 85就可以練到這麼壯 哇塞 來 雙肌 再一次… 再一次… 請問那個 你那個是在哪一家做的 那這樣他 我們第二位呢 第二位貴姓大名 第一位是什麼 叫郭伶俐 她是女生 叫李雞花 女生耶 對 女生 可是你看 剛剛她摔的那種感覺 她是女生 那我就對她更是這種 素然解禁 素然 像這樣子的女生學角力 應該很少吧 女生進來當然是有很多 但是 練到最後就淘汰了 因為女生真的是 練這個 對 他們會受不了 那妳為什麼吃得下來呢 因為我有自己的理想 小時候有被人家欺負過 沒有 只有被狗追狗 不好意思 她今天當然摔狗啊 她被狗追過 所以她發誓要參加角力 那她看到狗 就想要過去把它摔的感覺 然後摔狗 摔狗追過 那第一 來 名字都不明白 第一位名字是 丁趙毅 丁趙毅 第二位是 郭林立 郭林立 這個將來又是一個國手 第三位 林彥亨 好 好 這位很高的這位主持人是 徐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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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在金山生的對不對 不是在萬里 那 那你為什麼不要徐萬里 對不對 隔壁嘛 徐金山 徐萬里 她的反應還真的不錯 對 真的 非常謝謝你們到我們節目裡面 好不好 掌聲給我們這個文化大學的 好 好 不 好 男 男 は 祭り を そうさ 担いで生きてきた 啊 山上 海上 今年も本当にありがとう 白いふんどし 引き締めた はたかわたしゅに 雪が舞う 祭り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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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念祭り 土のニオンの染み込んだ せがれその手が 宝物 燃えろよ 涙と汗こそ 男のロマン おれもどんとまた生きてやる これが日本の祭りだよ 好 虎哥他都獨特的這種 他的這種才藝 台灣是僅此一人 真的是他的歌聲跟真正的尊重 這個日本歌曲的原味 真的 這一個 真緊張 有沒有 奇怪 照道理講 你這個唱日本歌曲對你來說 是駕親就熟 對… 但是今天穿這首衣服很暗 因為這套衣服是我特地到日本 去買回來的 非常正式 很正式 這是很正式的 這是一般人在什麼樣的穿上 祭り 祭典 祭典 真的嗎 就像我今天去穿的一首歌 對 這首歌是那個北島三郎的 可是我穿這樣子的話 比北島三郎帥差不多十倍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這樣一套一套 保證他說這個話 永遠也沒辦法對質嘛 對不對 我在說什麼東西 其實我剛剛說 我的那個表現 比北島三郎還好的原因是什麼 就不管是比他年輕嘛 還有你的聲音比他亮 真的 謝謝 沒有 他聲音很棒… 長得比他帥 沒有 我今天的表演 為什麼會比紅白對抗的表演 他都唱壓軸 我今天的表演比他還精采 對啊 為什麼咧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表演 這個 所以他 他說話 可是真的 有的時候還是叫你幫忙接才有辦法 對… 他說 他說 你說這個衣服 你這樣子的衣服 特別到日本去買 對 我花了十幾萬的台幣 你看看 像真正一種精神 沒錯 非常的重視 非常的慎重 對 就是說你到日本去買這個衣服 十幾萬 就是為了就是說 因為他對日本歌曲情有獨鍾 沒錯 對 這個應該是有脈絡可循 就是 就是說你是不是 父親還是祖父那一代 有被日本統治過 有沒有這個 沒有啦 不過很多人都問我說 媽媽是不是有去逃到還是什麼 然後我很慎重地回去問了 我媽媽說沒有 沒有 所以你完全 因為我媽媽只有我爸爸一個人而已 她的意思是說 她媽媽跟她爸爸是從一而終的 對… 就是固定一個戀人就對了 對 這不是… 誰觀察 這不是這個意思嗎 你說你媽媽跟你爸爸一個人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你又從幾歲開始 你開始迷戀東洋的歌曲 對 在當兵的時候 這個就絕 做兵的時刻 問題是在這裡 你去濫油 我在台灣第十軍團 第十軍團 對… 那怎麼會有機會 接觸這麼多日本歌呢 因為我自己喜歡 我第一首歌是那個 到底愛我不愛是用注音的 用國語注音 然後練會了以後我就發現 我那麼喜歡日本歌 那我乾脆趕快去 學好她的那個Katakana的單字 不錯 從學會以後 我現在至少有500首日本歌以上吧 這個了不起 太厲害了 今天其實我們他這個小虎 要給我們帶來一個 他這一生 你們大家都不可能看過的表演 真的嗎 這個是很可怕 其實有今天這個表演是 特地請老師編排 編排一整段的舞蹈 你看他現在已經這個身分 他還願意說 配合我們製作單位說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 怎麼可以幫那個節目 做更好的收拾 謝謝… 聽說要先下去換一下衣服 好 要不要先宣布一下什麼表演 叫做芭蕾舞是吧 什麼 你要跳芭蕾舞喔 你真的是 他的才華是包羅萬象 真的耶 那你先下去換一下衣服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你 謝謝你 明星一言堂 莎士比亞說 你必須先對自己忠實 才不會欺騙別人 這樣你要生小孩的話 就一定要有準備 才會生小孩嘛 那其實我剛剛 對不起喔 有時候 我們常常沒準備 準備就生小孩 我們常常沒有準備 這個也是啊 他是說 沒有啊 沒有準備就生 好了 我跟你講 現場沒準備就生的舉手 沒有準備 你看 你看 原來有這麼多人 都是先上車候補票啊 好 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剛剛你們有一個超難度的動作 就是這樣 1 2 要跳起來 是那位舞者太胖了還是 還是說你舉不動 沒有… 其實在二十幾年前 我們都跳過這些動作 然後其實女生 照理講是應該 輕跳男生輔助是很簡單的 對啊 那可是我 現在我老了 應該嚴格上講不能怪他 剛剛那位舞者我看頓位不清 還好… 還沒走… 還沒走 還沒走 我以為 還沒走 可是這個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你這個是 可以說超越人類的極限 這是陀螺圓的轉彎不容易 而且觀眾都 其實喔 飛哥你有所不知 我從昨天晚上練習 一直到剛才在外面練習 我轉圈一直都是很穩的 可是我真的是太緊張了 我剛才轉已經有一點傾斜了 停在現場還是 有一個是蹲下來了 幸好是我看到老師幫你扶正 要不然你就倒下去了 可是看得出來 我基本動作還是在的 而且你剛剛嗆出一句說20年 29 他以前在義工隊裡面的時候 真的嗎 我以前是義工隊的台主 那義工隊難怪 台主… 真的… 真的… 我是歌唱 舞蹈都是一把照的 這我是相信 爵士 芭蕾 Disco 或是幕後主唱 朗誦都是最好的 你會覺得 你會以為他騙人 其實不是 因為費玉京也是義工的 真的喔 也是還要說相聲的 學這麼多 還要拿國去唱 我曾經在國軍的義工競賽 20個節目包辦了18個 18個什麼東西 18個包括就是幕後主唱 前台的主唱 舞蹈包括班道具總共18個 班道具有比上 班道具也是在他這個 一般兵的任務身上 真的喔 所以其實進義工隊是很苦的 沒有人像我這麼天才的 天才是一種挖苦 真的 是挖苦 因為20個節目裡面 有總共兩個小時 你要包辦18個節目 那是很困難的 真的不容易 其實這個就叫做能者多勞 對啊 太厲害 揮那麼多的東西 不過還是不要太能 不過今天這個表現已經算一種 就是小虎式的突破 真的 已經算很偉大了好不好 我們掌聲給蔡小虎 鼓勵講 表演得非常好 謝謝各位 這麼樣熱情的給張飛這麼多的掌聲 以後掌聲來就好 就不用寫海報那麼多飛 我看得不好的意思 真的 好多飛 不是 死飛飛比飛 對啊 真是飛響飛響的境界 響路飛飛嗎 原來是寫的是別人 我就覺得這個藝名裡面 有飛字的就不得了 都是大咖 擋都擋不住 對啊 今天我們中國電視公司 什麼時候有這個陣仗 萬人空巷 那是不得了水洩不通的觀眾 對啊 就是你們這些是不是 我跟你講 他們就是 正是我們中式即將在暑假推出的 這個戲叫做 神雕俠旅 這部戲大家曉得 厲害 這個 神雕俠旅呢 在演藝的歷史上面 已經翻拍過很多 真的 很多戲組跟我們的這個 有著名的導演 都給他下了不同的註解 然後金庸呢 甚至看完了這一部之後 沒錯 覺得現在即將在中式推出的這一部 是他個人覺得最滿意的一種拍攝方法 太好了 不論是拍攝技巧 手法等等 演員 最主要是演員的陣容 金庸是頻頻點頭 表示認同 對不對 而且這次非常的難得 是 三位演員 演員 演員 演員是嗎 他是拍原名 演員 火燒演員 演員 演員 從大陸來到台灣 這個是破天荒 對… 今天我們這是戲組的演員 他們很夠意思了 沒錯 他們隨便登台 來到中國電視公司 第一位介紹我們的女主角 女主角 劉一菲 劉小姐你好 你好 這個是一點那個見面禮 是我們戲的原著 希望你在看戲之前 先好好研究一下原著 這怎麼敢 原著啊 會不敢瘦啊 這是無功不瘦 你手下 謝謝 謝謝了… 謝謝… 你們兩個別搶 我看完了再給你們看 這個原文的 是有點文言文 不要說金庸點頭 你們講 我們今天的劉一菲小姐 漂不漂亮 好 謝謝… 我們要用台語說一下 有漂亮嗎 嗨就是 聽不 聽不 當場抱著這台語出來 所以菲哥我覺得 他是讓我們感覺到 好像又真的是從夢幻當中 走出來的女孩子 對 就是現代的人 她穿著實裝 她好像是故事裡面的那個女孩 就在我們眼前 身上帶有一種古典美 這麼快 我會臉紅的 我們都說真話 對 真心話 了解我們節目都知道 菲哥這個人都講真話 可是但是上次好像 像您的節目就 對吧 上次他還記得 對… 上次也是 是天龍發布吧 對 跟林志穎對不對 對 還有劉通 對 他們也是來宣傳 對… 對 後來就把我嚇跑了 因為菲哥太熱情了 不是 他很少看過大鬍子的男人 沒有 然後還戴墨鏡嘛 所以就覺得好威嚴喔 墨鏡配上那個髮型嘛 就還滿爆炸的 還滿爆炸的 滿爆炸的 所以用爆炸來形容 爆炸來形容 這個就這樣 我們每次都覺得很新鮮 這個人很 在我們台灣說很紅 他們叫很火 很火 是喔 我們這邊叫很火不是 很火就是很生氣了 對… 您看看這個兩岸 我們是不是要多交流 交流一下 還有共通的語言 然後就講到 就是這部戲的男主交流 對… 這也是位大帥哥 當然啦 孩子非常難得到我們節目裡 歡迎他 黃曉銘先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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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耶 果然名不虛短 你好… 歡迎非常歡迎 你好… 你們好 森薇大哥你們好 不好意思 我先送出一本這個 原著 原著你和我難過 這個我很喜歡的歌 真的 不好意思 謝謝… 你在幹什麼 要過招了 我要過… 要過兩招 謝謝… 您是從 您府上是哪裡 對 我祖籍是山東青島人 山東 咱們有個林峰也住在那裡 林峰啊 林峰啊 對… 他娶了一個青島的媳婦 很漂亮 對… 在青島 對 你這個消息還滿靈通的 大家都知道嘛 劉奕菲您是哪南方人 上次好像就問過了嗎 菲哥不是很注意啊 好健忘喔 你再提醒他一下 美女認識太多了吧 他這個話一多 我們就會受傷了 對… 武北武漢 武漢 武漢出美女耶 是嗎 對啊 現在看到了 所以劉奕菲應該是武漢之罪 武漢之罪 武漢之罪 對… 是… 其實我們這個 小明… 小明他拍過很多戲 像上… 上次台灣很轟動 漢武大帝 對… 大汗天子 大汗天子 沒關係 菲哥 那個從奕菲開始 我已經知道你 你是見到美女挺中 對… 好像您的嘴巴也不饒人 沒有 我沒有 菲哥是把方式講反的 他說你要演大汗天子裡面 飾演漢武帝 對… 就對了嘛 我是講這是什麼 你講說 漢武帝裡面演大汗天子 其實差不多 你們這個人太計較了 不是… 那個今天我剛上來之前 菲菲已經跟我說了 說我們要穿情侶裝 兩位 還在登對 恭喜菲菲菲 所以就因為這點你說錯了 我原諒你們 但是這邊一來 我們兩個一家群裡面 還來一段段必殺 段必殺 真的… 我覺得這個 讓我們很感動的是他們這個 隨便登台 你要知道大陸是很大 幾乎像你們的戲 在內地你們要不要去隨便登台 有沒有這個 就是宣傳說不可以 也要做好 但是少 比較少 時間 對 而且因為我們 台灣的這個綜藝節目 是很有名的 謝謝… 尤其是綜藝大哥大師 就是等這一句 所以我們這個就不能開玩笑 你們也稍微嚴肅一點來介紹 這位大胡子導演 好 我們這位 製片 他這個在我們國內看到很多戲 是 其實都是他經過他的手上 包括什麼 隨狐傳 對… 三國演藝 對耶 好 歡迎我們這位名製片 張濟忠先生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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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興參加這個綜藝相聲會 綜藝相聲會 我在下面看了半天 我一直說我這幾個說相聲不錯 對 今天很高興他們三位 這個為我們這一部新鮮 這個到了我們這個中國電視公司 來 那麼我們知道說這個 在新聞上看到 就是內地常就缺一些水果 他們說台灣這個是水果之都 對… 因為四季如春 聽說有人沒有吃過台灣的蓮霧 這個東西 您一定嘗過 我吃過 我覺得台灣的蓮霧很好吃 我非常喜歡也吃過 你吃過嗎 吃過… 那還有芭樂 芭樂 芭樂大陸有沒有芭樂 芭樂我沒聽說過 芭樂 芭樂 您看看 這叫李善王 我們這是理清情義重好不好 唉呀 雖然比 比不上您那個 這個就是芭樂 這個就是芭樂 來 來 這個我還是沒有見過 沒有見過這個 那個叫芭樂 來 請我們三位 來試試看 那就是芭樂 哇 好脆 怎麼樣 怎麼樣 你真的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這沒事 有意思 但是我感覺它跟蓮霧好像有點像 不像 其實是不像 蓮霧是沒有紙的 這是有紙的 那個紙是可以吃的 我們這製片 蓮霧跟芭樂的分不出來 您看看 這是蓮霧 你看看 兩個有點像 你看 也是脆的 蓮霧好吃 蓮霧好吃 蓮霧比較鬆一點 男主角 您說 芭樂跟蓮霧 哪個好吃 有了這個配音吃起來果然很像 我們依菲要吃一下 我還以為他們要噗的一聲 怎麼樣 好 這個芭樂平安一下 這個芭樂 每天吃得出來這個味兒嘛 台灣的水果確實是很好 真的不錯 對… 好吧 好 好了 好 待會兒我們三香大家不能動 好不好 真的給他們帶回去飛機上吃 對… 今天非常謝謝 你們三位到我們節目裡面來 謝謝 在這邊先預祝我們這部戲 當然是肯定的 一定是收視率飆高 一路長紅 掌聲給他們鼓勵一下好不好 謝謝 也希望以後有新的 過來台灣走 謝謝… 謝謝 明星一元堂 這兩位大哥怎麼狂課棒棒堂 天哪 這是什麼畫面 這可不是中式幼幼台 怎麼會人手一支棒棒堂呢 棒棒堂的秘密待會兒揭曉 接下來的節目是保護集的喔 綜藝大哥大 Part 4 明星一元堂 在這個一言堂裡 邀請各路明星 對今天探討的主題大鳴大放唱所欲言 揮諧卻深入地討論 輕鬆但真實地交流 讓各位觀眾看看 明星們除了舞台上呈現的光鮮亮麗 他們的腦袋裡還裝了什麼 男人如何體貼女人 有句話說相愛容易相處難 在愛情的國度裡 任性可以被當作可愛 奢華可以被說成浪漫 一旦進入婚姻的殿堂 任性就是不成熟 奢華變成不實在 今天我們要好好探討 是男性不夠體貼 還是女性不懂滿足 歡迎收看明星一言堂 婚前非常好記憶 婚後生日都忘記 婚前搂我上樓梯 婚後自己先上去 婚前洗碗又洗地 婚後吃飯睡覺去 婚前花錢沒關係 婚後找我算利息 這個是婚姻人裡面 女人對先生的抱怨 但是男人難道就沒有 其他的怨言嗎 當然有呢 請聽這一段順口溜 婚前非常順我意 婚後不時發脾氣 婚前萬事好商量 婚後霸道不想話 婚前誘我抱上床 婚後更… 婚後踢我睡地上 婚前讓我應酬去 婚後封鎖我經濟 婚姻真的有這麼可怕嗎 是的 失敗的婚姻是目前台灣社會 隱藏最大的一個危機 在充滿了願偶的現代社會中 我們要深深地來探討 是男人不夠體貼 還是女人不懂得滿足 這個問題出得非常的好 而且我們都知道 在這一塊婚姻的領域當中 我們飛哥是佼佼者 飛哥一個人就要把這個事情 說得頭頭是道 根本就不需要請特別來賓了 你這是什麼話了 對啊 飛哥你已經有過很好的婚姻 沒有… 我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 你以為有過一次失敗婚姻的人 他就夠資格當講師嗎 我告訴你 我根本在婚姻的領域裡面 我是一個 那怎麼辦 你跟我們中裁一… 一招被蛇咬 我是十年怕謹慎 真的怕 我承認我是一個就是 愛情婚姻這個職場裡面的 一位失敗者 我是非常值得大家同場面 面子… 音樂廢時 我承認我是一個沒有勇氣 再去面對第二次婚姻的人 所以像這種懦弱的男人 夠資格當講師嗎 真的嗎 要講到這一位 我們請到這位大師 他可以說呢 以婚姻的這一個 邏輯裡面來說 他可以說是 總政 不是 總 總政帳部主任 那幾顆心 已經三進三出 我幫我們好給他親一下 當然 高林峰 高大哥 我們親愛你 更懷念你 要向你現場追近你 不是 演藝圈有很多讚美是在歌唱的上面的 歌藝啦 金曲獎啦 戲劇啦 這種東西有什麼好讚美的 還弄著 你們是給我出洋相是不是 不 我們再介紹另外一位 現在他的階級 李總戰 主任 也只有兩部了 他兩部而已 他是 梅開二度中校 薛智鎮先生 謝謝 謝謝 謝謝主任 謝謝志明官 謝謝 謝謝學長 學學 學長 是 他們都是你學弟 學弟才對 你有一過關 你是學長我們是學弟 我們還沒有好不好 是這樣子算 對啊 教學長 今天這些問題為什麼請你們二位來 大家才可以印證這個婚姻 他到底是可愛的還是可怕的 然後我們也要找一個 就是正在處於婚姻狀態裡面的人 這位剛剛生少校 沒開一度 江南會不會變將軍的藏大夫帶點子 宋少卿 尊阿欣 好 現在通過大會主席台呢 是花木蘭政戰學校 菜鳥部隊 不是 你說我們的話題前面講那麼嚴肅 對啊 你看他的動作就是 他現在正處於婚姻的甜蜜 還是非常的快樂 不是我處於婚姻的甜蜜 報告總司令 來… 報告總戰部主任 報告 三位長官 好 好 婚姻本來就是甜蜜 不是正在處於的問題沒有 沒有 這是正在處於 今天這個題目 就是因為宋少卿先生 他目前的處境誘發了 我們大家關心我們的演藝圈裡面的 這麼走紅這麼有智慧的一個人 對… 他的婚姻 到底能不能就是白頭偕老 是不是可以走得很順當 這今天我們的談話話題 會直接對他有相當大的注意 對… 光是我們男生這樣講 狗怕可能沒有辦法說印證 所以今天請到的女評論家 這幾位就不是開玩笑了 開玩笑 我要進行試一下 抱歉孔陽 我們今天你的來賓 軍藥都用不上 對 因為人家都處在很甜蜜的那個裡面 對不對 很成功的婚姻 這也是我們今天邀請他們 來我們現場的原因 第一位邀請到的是 家詠傑小姐 小白兔好 小看小白兔耶 還是這麼亮麗耶 他真的是 你真的是很久沒上過我節目的 那位家詠傑 是的 你看他一點都沒有變 對啊 是不是 沒有啊 我有變 我有變漂亮 對… 您瞧瞧 沒禮貌 真的非常想念妳 謝謝… 而且他 我們演藝圈裡面 所有人的婚紗幹什麼 幾乎都是到他這裡 謝謝… 因為什麼 並不是說因為他是靠知名度人際 是他非常的仔細 做事情非常有這個計畫 很貼心這樣子 對啊 少青的婚紗照 對不對 滿意到不行 花了二十幾萬在我的店裡 這麼便宜啊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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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青 你是在那邊 他是說我兒子 你兒子 辣 你兒子 對 我記得消息也是說你兒子 對不對 我跟你講少青 他怎麼一點反應 對啊 爸 爸 你認錯人嗎 有這麼福氣 有這麼好的老爸 請坐… 好 第二位介紹的 那這位是一位 文明國際的一位 運動明星 陳淳珍小姐 天后… 那個好 好久不見… 陳淳珍 在我印象裡面也沒記錯 您是第一次穿完禮服 真的 有不同的風貌 好像是 我第一次穿裙子在這場上 好看… 真的嗎 應該要常穿裙子 我最近胖了 真的喔 對… 還是妳以前因為穿運動服 看不出來 妳本來就是 還是真的是胖了一點 真的嗎 真的… 真的有胖一點 但是胖對地方就OK啦 真的嗎 對不對 今天所以我們在探討 這麼嚴肅的問題 您是來抱著學習的態度還是 對 可是 對… 不一定喔 你要知道 學習有的時候 就是要跟曾經有過那樣 不管是好或不好 對… 甚至失敗經驗 你可以從裡面找到答案 對… 陳高大哥才是學習的範本 等到時候 我到底有沒有結婚再離婚 就知道我這堂課 我到底有沒有學到對不對 你如果離婚 那你就是 畢業 真的 人家是小姐還沒講 對… 對… 先請上座… 反正飛哥你紅包先準備好嗎 對不對 好…你放心 結婚是包大包的 第三位介紹的這一位 非常渴望期待 立刻這個狀況 就發生在她生命當中的這一位 佩甄小姐 好奇萬種 Oh yes Oh baby 現在是在拍夢境嗎 真的是 對 青州已過萬重山 謝謝大家 還幫我放置Low Motion V哥好… 謝謝大家 我覺得我就是抱著就是 對婚姻是充滿幻想的 而且我會覺得 誰娶到我誰就是賺到 然後一輩子想不盡的福氣 那這是很遠大的幻想 大的幻想 請上座 好… 接下來介紹的這一位 那人生閱歷非常的豐富 來 那麼她呢可以說這個 她那個在我們演藝圈裡面呢 我們就直接介紹她 姚代瑋小姐 Yeah 喔 Oh yeah 你要不要出來啊 快點好不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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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撲妹喔 喔 希臘女神 漂亮喔 漂亮喔 女神 威娜斯 大家好 菲哥好 Oh my God 姐姐妹妹們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四個女生 真的很有趣 像詠傑是因為結婚 然後有小孩辣媽型的 是… 那純真呢 她現在有固定的男朋友 所以是即將要不如她 是 那佩甄呢 是現在非常非常享受 對 享受被男人追的感覺 那我呢 是結了婚 但是沒有小孩 所以我算是美少婦階段 所以說今天 主題就已經呼之欲出了 怎麼樣 其實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我們就是要幫助宋少卿這個 這一位 就是說 在意志上滿脆弱 就是 對 人格上也不是很完整的 這種人 他偏偏就在上個比賽 走上了紅地他的那一段 恭喜 贏得美少年 結婚 我們要為他這個 勇於面對婚姻人生的這個責任 我們要歌手 可是他往後的路要怎麼走 這就是我們今天大家的責任 對… 就是說我們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因為據我們內政部的這個 精確數字的統計 今年度就是1月份開始 登記結婚的人口 12萬幾千人 9千 12萬9千 12萬9千 9千多對 到目前為止 現在是7月 是 登記離婚的有6萬5千多對 第二 每個950 不行 這樣我的生意還滿好的 這樣子馬上還可以再來一次 謝謝大家 所以說佳優姐 她其實一直常常燒香 都是希望人家的梨子 她的聲音 呂洞斌 呂洞斌是會這樣子 呂洞斌見不得情人好 沒有…我當然是希望 每一對走進我們婚紗店的這個 婚姻永遠都是幸福美滿的 可是如果是我覺得不對的人 如果你找到不對的彼此 然後彼此生活在一起都痛苦的話 其實我覺得在沒有小孩的情況之下 分開其實是好的一件事情 重點喔 沒有小孩的情況下 沒有小孩其實要成熟一點 要大家真的比較 這個你們兩個女生聽一聽 尤其是Devi 妳不要在那邊笑我沒有 沒有 其實非得 他們留在他們在男女交往的時候 不爽就分手了 妳現在就可以準備分手了 對啊 現在就分手就好了 不是 妳以為我幹嘛不生小孩啊 就是準備 我一聽到加油 妳在講我想 那這樣會不會有點此地無淩這樣 結婚七年到現在都還沒有小孩 被發現 講這個我正式的告訴大家 真的要分手 那我告訴你 那就不要管小孩 因為為什麼 大家想說那這個是不負責任的 因為你現在 假如父母不恩愛的時候 其實那一對小孩子是很可憐的 因為父母不恩愛常常吵架的時候 你知道小孩子是在陰影中長大 對不對 他怎麼會快樂呢 然後你怎麼可能父母 還帶他們一起去哪裡玩 都沒有了嘛 可是你分開對不對 這個小孩子 他可能會在兩邊都受到照顧 分手有的時候 反而對小孩子有幫助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分手了以後 都沒有人照顧小孩 這最可憐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這小孩的特質 就當沒有人照顧的時候 他的獨立性 好 講清楚理想 這個真的真的 你看看 小大哥剛剛說這個話 我就講不出來 真的是沒辦法 其實這個 跟這個競技場 跟這個SLOCK是一樣的意思 對… 這要有主張跟你的角度 你聽完他們這樣幾位前輩 其實我覺得像你要生小孩的話 就一定要有準備才會生小孩 那其實我剛剛 對不起喔 有時候我們常常 男生就是這個 但你到底真的很有負責 沒有準備就生 沒有 他這個也是 他是說 真的就是說要準備 那還比較有準備 沒有準備就生 你有嗎 沒有 沒有準備就生 好了 我跟你講 現場沒準備就生的舉手 沒有準備 你看 你看 算是 對 我們都有看過Discovery 誰有在準備的 你其實 不是 誰沒有在準備 這樣感覺不對 其實我是有準備的 而且我要準備得很充分 比方說 我們算好的潮汐 算好的體溫 然後呢 在一切過程都很OK的時候 還要翻轉 他才能夠生 那是充分的準備 其實是還要維持20分鐘 沒有... 20秒就夠了 20 你們今天好亂 我覺得我才是屬小白兔的 我是誤接今天通告的小白兔 誤入叢林 你終於跳出來了 所以呢 是男人不夠體貼 還是女人不夠 不知道滿足 所以造成的就是 離婚的Jerry 這個由我們高大哥這邊先說 這個其實基本上 男人不夠體貼的成分是 一定是有 但是女人不滿足的現象 那更是可怕 對… 但是這個說 說得太好了 都是我們的新生 真的啊 對 女生的話你看他們這個 你男孩子的話 你要有好的工作 對不對 你不但要創造財富 而且你的身體還要一直 保持到那種 那種精神 對不對 很難的狀態 但是你想想看 你知道你看那個足球賽有沒有 那些足球明星是很莫名其妙 他們踢球踢 他們踢一踢動不動 就把上衣給脫了有沒有 那一脫 我們在家裡就做那像個 殘廢一樣 對不對 因為老婆就說 你就會講啦 對不對 你看看他們這種 這種體型 就好像說晚上就嫌我們 就從這種小地方就開始嫌 我告訴你女孩子一到了家裡 講到錢我們也不對勁 講到身體我們也是憋身 對… 他們就要的那些東西 那我問你為什麼要嫁給我呢 又不能問 因為都是我們在要負責任 我們很難堪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女孩子她不會滿足 女人的要求 你能超越她 這才能製造幸福 你不能超越 永遠追尋的目標的時候 永遠是痛苦 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 但是我們這種人收入也算OK的 對不對 這幹嘛沒事要娶一個明星老婆呢 這叫製造醉獸 你們兩個人 你們不能不認同別人的題目 就開始搖耳朵 不是 我跟你講 真的 因為你們講的都是你們那邊的觀點 你們認為女人不滿足 不管是身體上也好 體力上也好 錢財上也好 可是 其實女人真的沒有要那麼多 我們其實只是要的是 你們謙虛一點 然後多一點時間聽我們女生講話 把我們說的話聽進去就好了 她今天說妳多聽一點 明天呢 妳錢多賺一點 後天呢 再大後天 妳房子可以買 對 這就把我們要累一輩子 她說的這是男人的苦 您能體會得到嗎 我 我覺得也許這真的是男生的苦 我只能反過來講說 在女生方面呢 其實我不曉得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盡量的滿足我的老公 那現在金錢 就是你們家的經濟大權 掌握在誰手上 這個是重點 小錢我管啦 大錢她管 她是一個多能幹的女孩子 健康 你看她自己 她所經營的婚紗禮服 有關於這方面的系列 大家是有目共同 非常傑出成功 沒錯 而且不持服於婚姻制度下面的一個 新女性 她做得有聲有色 真的嗎 但是她同時在料理她先生這方面 料料理 我跟你講她很有意思 真的是料理 因為她是料理 她先生是服服貼貼的 第一個 生日到了 一定她會幫她先生開一個派對 好貼心 真的 一定要驚喜 驚喜的 對… 什麼驚喜 然後甚至於就是 還跳 找到一些那個脫衣舞娘的 然後讓她先生就開心到那天 實在不行了 一定要辣的 不辣不行 我婆婆還問我說辣不辣 我說不辣行嗎 不辣我自己跳就好啦 對啊 這樣啊 然後我還去跟那個 就是那個辣妹去過 不是要過歌嘛 她說那第一首什麼時候 我說不是啊 第一首就是脫掉 她說第一首就要脫掉 沒有 第一首歌是脫掉 對 她說你會不會玩太辣 她接下來要怎麼跳呢 我說不管…第一首要脫掉 這樣氣氛才會High 就我自己很喜歡玩這些 就是驚喜派對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她這樣子玩起來 她比她老公還要興奮 很興奮 當然到最後她宣稱 High到一個極點的時候 她突然那個門一關 就是吃她的 照當前修 這個太厲害了 到最後還是為了她自己 對 不管是不是為她自己 可是她… 這樣很好耶 你省掉很多前戲的時間 對不對 好厲害喔 直接現在 所以就要學起來 不…基本上 女生是喜歡裝大方 你像他們這裡啊 這樣 一針見學 一針見學 對 她衣服很大方的樣子 真的 真的好準喔 高大哥 那是她在那裡 等於你是在一個被監督的地方 她等於在讓你到牢房裡面去玩 你懂不懂 你如果玩過火 就說你們男的就是這種個性 重點是 驚喜派對只是 每天都要有很新鮮很好玩 然後要很不一樣 我覺得是婚姻生活要這樣經營 我們用心的去經營 我覺得是碰到人的問題 譬如說像高大哥 你覺得說是 詠傑是我們在掌控 可是都不是 不是老公自己要跟我們講 講到說 好 你不用跟我講 你就自己去玩吧 對… 是他們自己要來報告的 真的 我都跟老公講說 我這個週末已經有事情安排好了 拜託你趕快去找點搞頭喔 對 你去找朋友 然後你跟誰去Pub玩 然後你玩到怎麼樣你跟我講 因為一打電話來講 一直很煩耶 對不對 很囉嗦嘛 你就去玩就好了 所以不是說我們裝大方 是我們的另外一半他會主動來報告 報告到我們是不要聽的 其實 懂了沒有 重點是要這樣對人啦 喊油 自己的人 現在的男孩子 照他們的邏輯 現在的男孩子 就包括你在內 每一隻都是乖乖的 每個都搖尾巴的 你看他們這樣 都訓練得很好 他們完全被訓練好了 高大哥跟你講 訓練真的講得非常好 因為我真的覺得男生要體貼 就是像你養小狗一樣 你一定要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教 他在哪裡 你要不要在哪裡上廁所 沒有… 然後你教這男朋友 我才剛結婚時間 你幫我當狗 沒有…我只是男朋友 你現在已經老公 你已經是成人狗 當狗還算不錯 總比姚戴維好吧 他是把他老公是當外勞在超年 怎麼說… 那怎麼受得了 太誠了吧 怎麼個操法 沒有啊 我哪有 你是叫他去修水管是不是 還是去聽說他老公 他在家裡面是想盡人間的厭福 他可以說真的 他的老公今天是沒有來 不管他是哪一國 是馬拉多娜還是 還是習大都 我們絕對不能跟他圍伍 為什麼 那個男的簡直是讓我們男人的尊嚴 就是自從凱撒大帝的羅馬西國 是… 可以說就在他老公那邊 整個房間就崩潰了 幫他這個放水泡澡 有的時候還幫他洗 就是雙腿通通 馬拉雞全套的 對不對 一個男人體貼是很重要 不管你結婚多長多短 但是 如果是我娶到佳永捷就算了 娶到姚代偉我幹嘛這樣做 我也是這樣想 對 因為Keymine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怎麼會知道其他服務不好 一切都很值得 我告訴你 對 你怎麼知道我的傻比斯不好 對啊 你不能因為我值得 對 不能只看外表 真的 我還沒講話 你聽完這樣以後 我還繼續講嗎 對 你這時候對婚姻 你覺得 他是 我要嫁給外國人 因為看了這些人我就覺得 對 人家做得到的 然後你們覺得那就是 那就是真心的在 對不對 在很細心的去體貼一個女人 可是外國人會不會解釋 會不會退燒 就是說他這些舉動 其實東西方男人的差別 是因為西方男人比較 對 對 因為 曾經我們 我跟他出去 不知道有碰到一個 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人家講說 你這樣太不給我面子了吧 你這個人 你這樣很沒有面子 我們絕對受不了 對 可是我先生就 哈哈大笑 那個阿兜他就哈哈大笑說 我本來就沒有面子 我何來的沒面子可言 難怪 原來你先生以前是和尚 他已經是另外一種境界了 真的 真的是境界太高了 真的 這個是真的東西方差別 對 我覺得女人要做面子給男人 是一定要的 應該的 我覺得是應該的 是要的 真的 你說打高爾夫球 我們一定要說好遠… 老公你好Man喔 這一定要的 對 那如果 或者是老公這樣打這個球打歪 他說我打歪了 然後我們還有消消呼呼 沒問題 你很好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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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走給你看 你在想 你當球 你看這一點就是 女人一定會做的 所以照他們這個邏輯就是說 他們基本上男孩子 不要太擔心各方面 就是說他很有興趣的做的事情 或是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算我們再累都要配合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的 這是對的 這是婚姻之路 真的 重要的癥結來囉 那剛剛講的都人前 現在講到比較人後的 就只有夫妻兩個人的事情 請問 當他挑起你浴火的時候 不能滿足你 你會怎麼表達 不 你這個問題是很想聽 對 因為這個問題我們是很想聽 對 因為這個問題我們永遠不知道 完滿的時候 就一直以為我們征服了他 其實他是假的 這個… 我們今天終於搞清楚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接 我們都被騙了 對 從第一次到現在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我們都是真的 所以我不知道 沒辦法回答 你的都是真的 你看他們剛剛所講的這個 這歸房裡面的事情 其實才是兵家必爭之地 這是非常重要 對… 我們看 其實跟我們這題目都有關係 都有 我們看看 記憶差 對 重要的節日記不得是男人 真的 女人最埋怨男人 很討厭 七大男人不體貼的罪狀 對 我們製作人是女的 他這個題目設計得也很怪 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七大女人 對不對 太懶怕麻煩 男生是這樣嗎 寶寶對不對 都很怕麻煩 會怕麻煩 都很怕麻煩這樣 就是覺得說 明明就是可以帶去餐廳 吃一個燭光晚餐 他可能覺得很麻煩 要訂啊 要幹嘛 他乾脆去路邊店吃一吃就好 而且我跟你講 只要家裡面 譬如說我們講一些小事好了 那我現在不是大家都環保 再回收嗎 我跟你講 家裡一定都是太太 在那邊 把那個垃圾還要拿出來再撿 對啊 我們家先生也是永遠 你已經跟他講了800遍 你要環保 然後回收值 要放在另外一邊 他永遠就是 就在你面前這樣 就丟進去 因為他很麻煩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 女人愛乾淨是裝的 跟床上是一樣的 就是都是裝的 我跟你講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樣是假的 沒有… 那是… 不是 遇到你們 可以問一下 有人要聽就有視場 對… 我們心情痛盪的女人 都是裝的 真的嗎 我們這邊都是真的 真的嗎 對 我哪天去你們 要抽查你們內務一下 保證見不得人 男人 對… 男人是不願意做 男人是做大事 不想做小事 對 其實男人看他眼睛裡面 早就已經受夠了 對 那小事情 你就整理一下 幫他折一折好不好 沒錯 然後那女孩子 快嘛 我們等一下嘛 對 你怎麼這樣我不折呢 結果第二天還是在那個地方 棉被好重 棉被很重 真的 那可是 那可是 可是你既然會講的話 你為什麼就不自己跌 那你不是太懶怕麻煩 你還叫女生跌 對不對 男人是做大事業的 男人是做什麼是做 大事業的 做大牌 不如 你就是做大牌 女人對男人的報復還有 追到了之後會變一個人 對 我覺得真的有他耶 這個當然 這個問題就是說 當一個女孩子 你看賈詠傑是少見的 對…她是太厲害了 結婚也還不錯 OK啦 有些女人一嫁過去以後 結婚差不多兩個月以後 就開始這樣 吃完飯就這樣 對 就是說她開始不注意 這你們兩個女生要叮 我們才沒有這樣子 開始就也不化妝了 對 頭髮就一扎 這個指甲油擦那個指甲油 已經一截白到到中間了 她也不去修一樣 那種節儉的其實 我看看你指甲怎麼樣 很美啊 不是 問題她追到之後變個人 她是說男人 追到女生之後 男人變了一個人 不是女生變了一個人 我們女生變了一個人 所以你們男人變了 我是說 飛哥說得很有道理 就是別光說男生會變 女生變得更可怕的時候 對 我們那意思是說 男人為什麼會變 是因為女生變了才影響男人變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這樣子 她已經不再是過去的那個佩甄了 沒有 我想讓你更清楚的看到我 我這麼真誠 就一切都很真實 而且你如果愛我 你就應該接受全部的我 對啊 要不要公平給你拚 這個就是最大的通病 第五項控訴 對男人就非常的不公平 什麼 房事之後呼呼大睡 插進 插進 插進極了 所以你就不了解男生的構造了 男生 你這跟男生構造 怎麼樣 到底有多困 不是 那不是困的問題 那是整個那個荷爾蒙 整個快速的流失 你必須要去看一點書 知道男孩子的構造是怎麼樣 可是 可是女生 大概的時間維持在3到5分鐘 他又可以活了過來 那是你還算不錯的 為什麼 飛哥都睡在隔壁早上嗎 所以你不懂男人嗎 不是 你睡個禮拜天 OK嗎 你這個完全矛盾 真的嗎 你那個要看書的意思就是 你後面就呼呼大睡 是可以原諒的 你怎麼3 5分鐘又爬起來 對啊 你一定不能夠睡完 又故意說自己很棒 這個… 你這個就太虛偽 大家一聽就知道假的嘛 所以你也是呼呼大睡的 他一定睡的 不是 為什麼要這樣 對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女人最討厭就是房室說 男生算 這個你們男生 跟我們真的解釋一下 對 我們真的很討厭 好 我只要你解釋 總事例解釋 你講 張薇 你可不可以解釋 我只要 你告訴我 之後你是呼呼大睡還是不睡 你只要講清楚 不睡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我們其實對 這個是男方 等一下 睡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男生不願意承認 我發誓 我真的跟大家發誓 我很少這樣 我從來沒有說 像這樣的事情以後 然後馬上呼呼大睡 幹嘛 你都是現在 你抽一個菸之後再睡 不是 在急救 對不對 你們是沒碰過我 我跟你講 口吐 口吐 不是 這真的 我剛剛是半開完 不過我真的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對女性 很不尊重的一件事 對… 可是相反的呢 大部分都是女生有沒有 就攤掉 這個 菲哥講對 女生是不打呼 其實女生是 呼呼昏 呼呼昏盛 就成大字型或者是香蕉型 就這樣 繼續沉醉下去 對 那時候我突然覺得那種 有生以來的那種 那種寂寞有沒有 小白兔又來了 不是 他突然覺得 他不理我 他不理我這樣 好 所以這個時候男人一看 他有沒有 才開始點一根似猴顏 似猴顏 享受寂寞 然後看著他 快暈倒那種 感覺到一種滿足跟成就感 對 有死亡的感覺 我們是多麼的努力 在做這件事 對 所以這東西 一定要讓他們清楚的話 要反向講 女孩子可以累計 可以一層再一層 一層再一層的疊上去 但是男生只有這一發 唉唷 發完就沒有啦 哇 你總算講句人話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男生不體貼的地方 我們也都體貼說 你們真的就那麼一發而已 沒關係 但是好不好 不是 有些人可以兩發 雖然我們是一發 可是我們是貝瑞塔原狀 但是我們經常往往都是一發 就不可收拾 不是 你們可以 我們都了解 可是你可不可以 那一發發射完之後 你留一點點精力 抱一抱 抱一抱 羞羞呼呼 甚至跟你的女朋友握握手說 合作愉快 OK 我跟你講 都可以 OK 只要女孩子或所有的觀眾要注意 當你的另外一半完了以後 她沒有呼呼大睡 注意 這男孩子可能有病 對 我告訴你 男孩子其實是真正在這個時候 是因為在真正講生理的話 最快樂最輕鬆跟最 最放鬆就這個時候 她這個完了不睡 代表她已經開始有 憂鬱症的傾向 我告訴你 男人的睡眠不好 絕對不會變成一個成功的男人 所以當男孩子完了就睡覺以後 你們所有的女孩在旁邊 不但要祈禱 還要拍手自己歌頌跳舞 那有最快樂的事 睡著了… 睡著了 睡著了…好棒喔 這個 等一下… 幹什麼 大桶水上落 接下來的節目是保護集的喔 我們希望 今天的話題能夠對宋少卿來說 她剛剛踏入婚姻的這個 這個階段 對 現在正在享受甜蜜的時候 這個當然我們說這些有一點殘酷 但是我們當然都希望 今天所有的話 對她都會有助益 這一對新人 這也在上個星期結婚 可以說是我們一圈的 一對銀色夫妻 婚禮辦得是非常的溫馨 那我們對於宋少卿這個人的 除了他表演的才華以外 對於這位男生他的眼光 也投於一種 另外一種羨慕的這種 那種角度 今天我們很高興的 把新娘子請到我們現在來 新娘子還沒出場之前 我們要問賈詠傑一個問題 因為這是在統計學裡面來說 妳看過這麼多對新人 在妳那邊照相 結婚都很開心 妳會不會有一點預知的能力 就是這一對他們合不合 看面相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 其實我有偷偷觀察他們 因為每一次 少卿哥開始講話的時候 其實也不好笑 他老公會笑東倒西歪的在那裡 別見過 世面 對 但怎麼會過人 就是你知道他就完全是那種 好像覺得說我老公是英雄 完全陶醉在裡面 真的啊 隨便講 他講什麼話都笑得亂七八糟 真的 這一定幸福 一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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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就來歡迎我們的 新娘子 譚小絲小姐 恭喜… 送譚小絲小姐 歡迎…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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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跟新娘子握握手 我跟你講會發的 沾點… 沾點氣 謝謝… 今天我們在電視上 終於看到了這一對碧人 真的 哈子… 你覺得現在 我們演藝圈裡面的夫妻 是 那麼要應該 就是女生要用什麼態度 去包容先生 這種常常 因為我們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 對… 他要用什麼心態來面對 其實他只要 只要有一點就是說 他不管是去到任何地方 包括是飯店 他出來以後 不管跟誰在一起 你要相信一定是談劇本 這一點你要堅定 好壞喔 答正… 好壞喔 好實用喔 好實用的建議 女孩子不要急吧 女孩子待會兒幫小師說話 對… 這很重要 你知道嗎 因為不然的話 男孩子的話 有的時候真的要談事情 因為你信任她的話 我覺得這很重要 而且其實女孩子 我講的就直接了當的話 婚前你眼睛要亮 上面講招子要亮 婚後真的就張一隻眼皮 這個我就是直接跟你講明的了 好不好 不要相信任何男人 任何承諾 真的假的 好沒什麼 你自己這樣 你就這樣子 這是人花嘛 你們誰的幫忙都不能 我們不能這樣 這麼可愛的新娘 我跟你講 沒關係 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他玩 你也玩 OK OK 其實飛哥 因為他們是新婚 對… 其實你看看他們現在 所有的東西都會放上他們的結婚罩 哪有啊 你看 這麼樣的甜蜜 其實 所以說別說男人 這個讓我感覺到結婚真的是很好 別說男人不提 真的是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生活當中 就要做一些小禮物 哪有 我還要做兩個人 1比1高的人形立牌 這樣 對… 然後有穿婚紗的 有穿阿民 放在哪裡 對啊 放在哪裡 是放在高速公路旁邊嗎 人形立牌 高速公路 對啊 表示我們 放哪裡啊 剛出Tony Chan 爬李秀琳的時候 就是弄個人形立牌 100萬 但是我們是不一樣 不一樣 唉唷 您太太的臉很甜 真的 這就是很有創意的 很有意思的 所以其實你問一下 像我們這種 人家一般都說我們是浪子 總算定下來 你問他我們那個都有做到 絕對不是這樣 真的嗎 來問一下 其實 好啦 我們直接跳來 第五項 有沒有呼呼大睡 說真的 大概10秒吧 唉唷 大 幾個 所以起碼撐過3秒鐘 3得久 3秒是個關卡 他在那10秒鐘之內 他做了些什麼事情 就是 老婆 我先睡了 OK啦 講我愛妳 要3秒鐘 老婆 我先睡 在家打個哈欠 10秒鐘 好 今天我們再聊到這邊 然後呢這個 又能看到這個新娘子到我們 現場到我們節目裡面來 好不好 今天我們在節目的尾聲呢 我們很謝謝我們幾位 這個在我們這邊吃棒棒糖 好不好 好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油妹也希望 好 我們純真跟佩真 佩真 早一點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 真命天子 對 一定會一定會 當如玉郎君出現的時候 我們這些人 一定會到現場去為他們見證 沒錯 那一定 對不對 但是 妳說嗎 妳說什麼 夠大哥也會來嗎 他會帶給你重職嗎 因為夠大哥剛祝福的話 讓我真的很發抖耶 他很怕 他很怕那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沒有 那個事情你完全不要擔心 因為到時候你自然就會這樣 謝謝你 我們也要祝福我們隊 新郎 新娘 是的 祝福他們是 白頭偕老 勇於愛河 謝謝 好 恭喜你們 也謝謝我們今天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 恭喜… 謝謝 謝謝 謝謝